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最新一集的《古壇思見》 我是主持梁君宇 在我身邊有施永青先生 及施基金的基金經理李浩德 兩位嘉賓 今個禮拜財經界有一個字 都頗多人提起 或者他的詞語叫做內循環 即是內需有一個新的詞 新的體會可能是要發展 詩先生你怎樣看這件事 內循環是否中國經濟未來的一個發展方向 有一半是逼出來的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 現在全面與中國註斷 即是切斷關係 不讓中國利用它的科技、利用它的市場 即是刪了一道門 你沒得做 中國以前 初初經濟發展的初期 就是利用它的廉格勞動力 製造一些不算很高端的產品 行銷全世界去賺外匯 這是改革開放初期的路 改革開放初期的路 它是利用整個外循環 和西方的經濟循環 西方用資金、技術、管理 利用中國的勞動力、土地 賣了產品去西方 尤其是美國 美國賣了錢 賺了美金 美國就發債 和你收回 再光顧你這個循環 美國是很著數的 但中國都不斷地賺到外匯 而自己的人民有公開 之前就用外循環 但外循環現在被人切斷了 唯有希望利用本土的經濟 生生不息 我認為基礎是有的 要轉移過去 是很痛苦的 因為美國有3億多人口 中國有14億人口 中國內部的消費市場 當然比美國更大 中國本土的需要 如果發揮得好 像美國佔了GDP的七成 日本是一個賭國 都可以有五成多內循環 所以中國想不和我做生意 和我切斷關係 我只是做內部的生意 令到經濟生生不息 但都不容易 第一,中國內需 為何不能發揮出來 因為收入分配不公平 或是不平均 至少是農村落後地方 總理都說 有多少億人? 是6億一半 就不夠半 但都是很低收入 月日一千元靠你 花多少錢? 不吃,光顧 都支持不了中國經濟 所以,中國沿海地區 大城市富起來的人 中產階級成熟得很快 現在全世界最大的中產階級 就在中國 中國只有中產階級 都比美國全國人口多 所以,內需是很強的 但中國一向有很多出口 出口現在都30%多 中國出口以前的產品很嚴重 全世界九成多都光顧它 例如,積氣積用打火機 引筒等 99%都是中國製造的 現在全世界70億人 中國只有14億 如果一旦不做世界生意 全部做自己的工廠 都不知生產到哪裏 真的要賣到火星才會電 所以,產業結構要轉型 這樣會很辛苦 還要找新的產品 中國鋼的產品 但是,方向只能走這邊 投資市場,對於內需 中國內需,在過去十多年 曾經討論了很久 好得,你怎樣看呢 在金融市場內需板塊 一段時間,表現一般 你認為會否內循環的提出 令到情況有改變 內循環的概念 我會理解,不單單是內需 內需也是國策 事實上,這十多年 大陸內需進步了很多 由最低位,所謂的個人消費 可能三成左右 現在,也有四成 其實,都是進步了 國內的品牌 產品,尤其是十年八載 是多了很多 有些上市的品牌 有些本地的品牌,都受歡迎 例如安達鴨,我們有提及過 運動品牌 國內的同胞,不一定買Like 一定買Adidas 國內品牌,李寧等等 都受歡迎程度高了很多 不過,如果說內循環的概念 其實,其中一個都要留意 就是,整個產業鏈的變化 簡單,用一個例子 以前,人們說內需 就以為,不如你買多一部手提電話 這是一個概念 不如我不要買蘋果,買華為 但更加一部的概念 其實,見到整個產業鏈 譬如蘋果生產產業鏈 很多部份工序、僱用的人的時間 其實都是國內的 但其實,很多的價值留在美國 而我們的消費,很多都是中國大陸的人去買 在這個不平衡的概念下 其實內循環有少許是 希望整個產業鏈,無論生產的附加價值 其實可能希望國內再多一點 甚至切斷了部份的海外生意 本身在做國外生意的企業 是否可以將已有的技術、已有的產能 其實都轉換到國內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複雜的概念 其實是在國策上的主意 你看中國靠內循環的成功機會有多大 其實很難這麼早去判斷 剛才有施生說 亦不是單單自己突然間發奮徒強 是有一個客觀環境 但有部份的產業 例如從企業流入,會比較熟悉 其實看到影響都很大 例如香港人很熟悉 以往國內的人去消費買一些國內的高端牌子 無論化妝品、買珠寶 他可能是非去法國買 或是來香港,幫襯周大福、幫襯莎莎 但你見到這幾年,國家已經有一個 比較明顯的所謂內循環的概念 不是說不讓你買這些國外產品 但在整個過程當中 其實很多已經搬回大陸 例如海南有免稅店規劃 大陸人繼續買國外的產品 但旅遊消費,很多都已經返回國內 將每一個消費過程當中 斬件顏色,慢慢搬回大陸 你認為會否將產業鏈搬回來 會解決剛才施生說的事情 本身的需求,始終外國的人是比較多 如果只是做內地的生意,始終人都會少 會否產業鏈搬回來後,會令這個問題解決 但我剛才說的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以往做很多國外生意 我們的珍食服務其實是低的 一部iPhone,一萬元一部 國內做了九成九的工序 不過賺的錢,可能1%左右 但如果能夠在內循環的概念中 假設發揮也好,當然是不容易的 但會否將那些步驟 如果有附加值,在國內裏面多 其實不單單是量的轉移 是整個質化的轉移都很重要 先生,你剛才提到另一個問題 就是收入分配問題 雖然有不同的改革 但最後都是收入分配差太遠 令內需或消費比較難 大規模刺激 你認為內地應該做甚麼 或者已經做了甚麼,正在改這個問題 我自己覺得,整個世界的需求不足 經濟無法持續 加上金融市場經常動盪 最基本的原因就是財富分配不公平 尤其是財富第一次生產出來的分配方式 現在大陸都說社會主義行動的 其實都是股分制 大陸的企業都是股分制 股分制是甚麼意思呢 企業賺到的利潤 就透過股息派給股東 即股東物出錢投資的人 但是新生的財富是甚麼生產出來的 產生的 不只是投資者出錢就可以製造財富 財富一定要人的參與 用人的智慧、創意、勞力 才能創造到財富 但現在我們公司的利潤 大部分給了少數股東 當然上市可能人數多些 但相比起工作人員都是少的 大部分的錢就落了投資者手裏面 工作人員只是跟人力市場的供求情況掛勾 是拿工資 他拿到那份小 他很難去消費 去持續令到經濟增長 那些錢去了有錢人那裏 他不能花出來 那些有錢人說 我花來花去都拿到銀紙面頭那幾張 施生你明白這件事 他拼命賺都是塞落下低 上面那些還沒花光 塞落下低更加洗不出來 你問那些有錢人有什麼東西買 他家什麼都有就沒有東西買 你問牛頭葛信嫂有沒有東西買 他很多東西買 女兒又想買電腦 兒子又想買對波鞋 他又想換套梳化 他有錢人有很多東西要花 花就經濟會 現在有錢的人錢就不能花出來 沒有錢的人想花就沒有錢 有錢的人有很多錢花不出來 怎麼辦 買錢 買P.E.100倍 還買又好像很久都沒有回報 買債券 再買下去欠到負利率 唯有買什麼呢 Accumulator Equity Link 牛紅證 那些非資產 衍生的資產 衍生工具 什麼衍生資產 資產你拿著拿著 還有機會升值 你拿著牛紅證 你拿著拿著就變成零 所以整個社會扭曲 如果你說分多一點給他 其實華為是正在做的 華為是讓員工持股 所有去打工的人都叫做持份者 有勢分 他賺了錢就有得分 有得分就有得花 中原也是有得分的 不過你當事未曾賺得太好 所以分少一點 地產那些都可以分得到 所以如果分配公平一點 內需就會出到來 經濟就有得持續發展 所以我認為 和美國的角力 最終不是你可以打別人一拳 打到多重 而是你自己進行內部的改革 是否做得徹底有效 其實美國也有很多內部矛盾 美國現在內部矛盾 一樣是很嚴重的 師先生,你對中國樂觀改內循環的前景 方向是對的 難度是高的 過程是痛苦的 但是這條路還是要走的 浩德,你似乎想想的比較複雜 就是想到價值鏈或分配 對於管理組合 如果內循環這件事 雖然未證明得正是不行 你會有些部署是不同的? 我們上集有提及過 中美關係之下 中國很多企業、很多行業 都要重新想一想 夾在國與國之間的衝突之中 如何繼續生存、繼續做生意 其實現在很多企業 有部份受惠於大趨勢 正如我上集有講過 譬如一些半導體 反映一個國家實力的行業 其實現在當然是在政策的支持下 他們要急速發展 希望可以最盡快填補空間 晶片、芯片這些是很明顯的 醫療上次都講過 而遲些連藥都說 PATRON不賣給你 怎麼辦?我們中國人沒有藥 唯一一個方法就是 麻煩自己加把勁做好一點 說真的,做一做 甚至乎大家知道 就算是醫藥的研發 其實有很多都不是美國自己做 他們只有外包給我們中國公司做 都是錯綜複雜 中間互相互相有價值 但其實你見到 中國的一些行業 其實都是在這個 所謂那麼險峻的環境下 其實他們都有些空間 當然一般傳統我們理解的 過往成功的企業 純粹靠出口、靠賣打電腦機 當然在這個新局面下 其實就不容易生存 你會選哪些行業呢? 如果是這樣 剛才我說過 科技、醫療 傳統來說,都是新經濟一些 但永遠是新的東西 才有機會開創局面 如果已經很成熟的東西 其實只要慢慢被萎縮 剛才說這些,我們知識部署上都比較多 我自己對中國的科技發展 前瞻上,我略為比一般人樂觀一些 有些人覺得中國的科技 很難追得上西方 我認為中國人的智慧絕對不差 以前中國人連食都吃不飽 膽白質又不夠 腦有錢力都不能發揮 現在基本上,中國人的健康普遍改善 另外中國人的教育水平普遍提升 以前即使六億人口 實際上受過教育的人 比例上帝農村大量民民 現在多些人,有了一些基本知識之後 其中有一些天才發揮的機會 其實人的智慧,有一部分是偶然性產生 你多,就偶然性多 量子力學,不可測 有時是01、01之間 某些位置就會跟天人合一 人的肉體知識高於現在的書本知識 腦知識很多 你吃了食物,你可以將它分解 變成器官一部份 你記起不記得 我們連世界最傲備的知識、生命 我們都掌握 肉體掌握,腦微掌握 所以,有時就會靈光一閃 就會明白一些很新奧的東西 這是天人合一 詩先生,你對中國的發展 尤其是科技都比較樂觀 剛才你提到美國,內部矛盾不少 其實觀察到,或許多人都會知道 近來美匯指數跌得非常快 很多人都會歸咎於美國經濟真的不行 你怎樣看美國的矛盾 會否令到經濟進一步向下跌 現在就疫情的問題 譬如在疫情的處理上 美國實際上是真的 賴人,他只不過只有賴字 中國一月份,你已經看到武漢封城 日本、韓國、跟著都有 你什麼都知道 特朗普上星期才第一次戴口罩 你的準備是否很遲 香港說鬆一點的時候 本地僅然停了一輪 美國一天,萬多二萬宗都去放寬 現在升到七萬 美國的問題是,很多時競選的時候 為了當選,會做一些對自己的政黨 個人連人有利,對社會長遠未必有好處的政策 另外,內部民族矛盾 黑人的矛盾 低收入的人矛盾 應該是解決自己的內部矛盾 就不是將矛盾推卸到其他地方 然後透過戰爭、社會緊張 去掩蓋內部矛盾 所以我自己覺得 中美角力不好的發展 令到變熱戰,生靈塗炭 我覺得就逼大家要去解決自己內部矛盾 改善自己的體制 這次疫症都暴露了美國的相當多問題 但我們現在錄影的時候 其實美匯指數跌得很急 去到92%的水平 浩德,你認為會否好像不少專家說 跌到三成才停,即到80元才停 我覺得這一段跌下來 其實這個月跌得很急 因為這個月跌到5% 其實年初到現在是96至97元 跌得這麼急 背後有幾個看法可以看到 跌得比較多 其實主要是對歐羅和對日圓 這兩個主要的貨幣跌得比較急 相對於Emergent Market Currency 例如你對人民幣,其實不是跌得很急 即是美國將問題透過自己的貨幣貶值 就踢了過去歐洲和日本 即加深了歐洲的壓力 因為其實歐洲都不是容易過 所以你說會否繼續加急跌 如果再以這樣的速度跌下去 我相信其實歐洲和日本 一定會有些方法去頂一頂 否則他們會加深自己的經濟壓力 即是他們頂的時候,會否要再刺激多些 或是收緊一點刺激 我之前說美國會否取消香港聯會制度 或者不讓香港做人民幣兌換的時候 都說過美元自己的地位 因為現在疫情下,要救市 不得不又再增加QE的量 你債又還不到,還發新債去蓋舊債 那些人當然會擔心你貨幣長遠的支付能力 所以其實某種情況 有些人就會減少持有美債 或者歐洲有些國家都想改一些其他的方式 不要依賴美元 這些都是一個量變、側變的過程 記得有一次在這裡做節目 你說美國這樣又有一個循環 即是發了一些債不夠我 又發多一些新債 聯署局幫他買 買了又可以給息又可以還債 問題就不暴露 但這個量變的過程中 你做這件事越做越多 慢慢慢慢又造成側變 就是你的貨幣的可信性 就會受到懷疑 現在正是朝這個方向去 而美國亦都沒有什麼途徑 說不用這個方法去解決財政問題 變成人們會覺得 這樣走下去轉不到彎 所以變成這段時間的跌幅加劇了 你還可以透過聯儲局光顧政府買債去解決眼前的問題 但你一路做,做的量越多,做的時間越短 別人就越擔心你的貨幣的可信度 師先生的意思就是他們做得太多了 投資者都看到 即使沒有做事的人都開始想想怎樣變 或者師先生,如果未匯指數真的繼續跌 應該投資者怎樣部署 或者怎樣去保護自己的財產 買一些實質資產 還是要買一些特別的貨幣呢 除了司機金 除了司機金,很好的選擇 近期,師先生都說過很多次,就是黃金 我們今天拍攝,剛才我都說過 美國的黃金期貨已經升過2000元 歷史新高 應該已經逐步向著師先生的目標5000元 不是目標,沒有目標 我只不過說以前的金價 一旦升破上一個大浪的頂 一個開,兩個開是很正常的事 美元作為一個全球的計價資產 當它開始跌的時候 很多全球性的資產都會升 因為當美元跌的時候 歐洲人看過黃金就覺得比較便宜 這個真的會刺激到 我聽說歐洲有幾個國家 將在美國存放黃金 全部運回本國 應該都不容易,要我理解 很多年才能做到 香港投資者拿著美金或港元 都要小心一點 如果繼續跌下去 真的要想個方法去保護你的資產 今集到這裡 多謝兩位嘉賓 大家對師基金有興趣 記得去到我們的網站或Facebook網頁 可以看到我們的資料及直播 多謝大家 再度看你 приз nac自我 精神 神